大家好,我是牛书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高分动作片《巨风凝旧》 特工老爹在国家安全局工作多年 因为工作的原因疏忽了和家人之间的感情沟通 媳妇跟她离婚嫁给了别的男人 她现在唯一在意的就是自己刚刚十几岁的闺女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辞去工作 搬到女儿身边要和她修复妇女之间的感情 这一天正好是女儿的生日 老爹精挑细选了一个生日礼物送到女儿面前 女儿当然是充满欣喜地收了下来 对了,前妻嫁给了一个富豪 所以这个生日party半年那叫一个板板正正 只听远处传来一针马丝 继父牵着一匹黑马走了过来 女儿当即放下亲爹礼物向黑马冲去 哎呀我的妈呀,跑的这个欢事 老爹当时心里一凉 有了黑马就忘了我这个亲爹 确实是被一匹大黑马给砸心了 当天饭也没吃,回到自己家中翻起女儿的橡皮 老爹的心里充满了甜蜜 这个女孩的笑容由我来守护 过了几天之后 女儿领着老妈约出老爹 女儿想和朋友去法国旅游 现在还没成年 所以希望她在同一书上签字 老爹毕竟干了这么多年的特工 两个小丫头骗子啥都不懂 整天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去法国多危险呢 就昧往同一书上签字 当时闹地不欢而散 女儿抹着眼泪走了 前妻还给她一顿损的 你呀就是职业病 看谁都像坏人 你没救了你啊 老爹直接给前妻怼回去了 你一个老娘们家家的 出门有司机 在家有佣人 一点都不知道世间险恶 还总觉得自己啥都明白啥都懂 咱们说当爹的真不容易 让女儿去吧 太危险 不让女儿去吧 父女感情破裂 深思熟虑之后 他还是同意了 在送女儿去剧场的路上 俩人谈起了老爹的工作 女儿这么多年总是见不到父亲 不知道他是干啥的 老爹就给他介绍了一下 我是负责保护领导人的 各种刀枪剑剑剑 玩的都明明白白 这退休了没地方发挥 手有点刺弄 现在这个事已经明了 归宁这次旅行 要是不出点啥事 你都浪费了你爹的天赋 女儿和朋友坐飞机来到法国 刚下飞机打车的时候 突然有个帅小伙 要和他们拼吃 机场这地方打车挺贵的 咱们一起呗 他们俩想也没想就答应下来 他们的住址就这么被人知道了 过了不大一会的功夫 人贩子集团直接冲进门来 将女儿的朋友掠走 而女儿正躲在别的房间 给老爸打电话 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当时就吓哭了 老爹非常冷静的 让女儿躲到床底下 然后告诉他 你肯定会被抓走 但是你有几秒钟的时间 来形容抓走你的人 身高发色伤疤纹身 这些都行 老爹需要这些来发挥我的天赋 怎么想起来还有点兴奋呢 女儿被拽了出去 对他大声喊出 有胡子 右手有月亮和星星的纹身 紧接着女儿的电话 便被劫匪捡了起来 老爹对着手机 吓人倒怪的说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不知道你想干啥 赶紧把我闺女放了 要不我就用我的特殊手段 来弄你们 把你们吓哭 把对面一顿吓哭 对面只说了一句话 我都快把我的履历背一遍了 对方居然只说了一句 行了 赶紧弄起来吧 老爹当了这么多年的特工 有自己的朋友 把录音和纹身 给CIA朋友说了一下 朋友给他实力分析了一笔 他们说的是阿尔巴尼亚语 这个纹身是帮派纹身 这个帮派的主要犯罪活动 就是拐卖妇女 按照往常的惯例 如果你女儿失踪96个小时 那么以后肯定是找不着了 啥也别说了 赶紧救女儿 他孤身来到法国巴黎 潜入到女儿被绑架的公寓 在公寓内找到了被踩碎的手机 手机的那层卡里 有那个钓鱼小伙的照片 他还在机场继续勾搭妹子 老爹直接杀到机场 把那小子给逮住了 匆忙间逼问的时候 被那小子的同伙给拉了出去 老爹把同伙打趴下的时候 那小子已经跑出去老远了 老爹赶紧开车一顿嘴 这小子还是非常硬气的 直接从桥上 跳到下面的大货车上 老爹掂练了一下 自己的老胳膊老腿 没敢往下跳 那小子正暗自得意的时候 直接被后面的卡车给怼死了 这条线索一下就断了 没有办法 他只好找到自己的老朋友 法国安全局副局长 副局长给他指了一条路 在酒店附近有妓女 都是这个帮派控制的 老爹暗自跟着一个机头 来到他们的老巢 这是他的第一个副本 单刷妓女工地 这个工地的工棚里 全都是帮派控制的妓女 老爹在这里一顿翻找 没有找到闺女 但是在一个妓女的闺房 看到了自己闺女的外衣 这个妓女被打了毒品 神志不清 啥也问不出来 老爹只好抱着妓女往外跑 和帮派分子一顿厮杀 总算逃了出来 在小旅馆内 给妓女打上葡萄糖 妓女清醒过来 给老爹提供了下一个任务地点 大红门 这个大红门里 正是拐卖妇女帮派的老巢 时间紧迫 批了上去 假装自己是副部长 和他们套话的时候 确认了他们的身份 就是这小子跟我说的 Good luck 这就能看出来绑架犯 毕竟是绑架犯杀人 他们不是专业的 大红门副本单刷完成 在这里面找到了闺女的朋友 被注射毒品过量死亡 但还是没有自己的闺女 帮派头目被老爹抓了起来 这老爹真不正经 开始玩上洋鼠那一套了 你以后还敢不敢沉迷网络游戏了 这孩子头两次还敢吐兔们 第三次在通电 特地缴械投降了 杨鼠 俺再也不敢玩电脑了 你就放过俺吧 俺瞧瞧你来 同学们呢 看没看着 堂堂黑帮老大 在这种电情下都受不了了 你们以后可不敢这么玩了 得收敛点了 把你们送到杨鼠那 哭都找不到调啊 黑帮老大说出了一个名字 常贵 这是一个法国上流人物 他经常会组织一些拍卖会 就是拍卖那些漂亮的少女 非常荣幸 闺女这次正好被拍卖 老爹假装服务员混进了一个包厢 逼着一个富豪用50万的高价 把闺女拍了下来 出门的时候被常贵的手下给打晕了 老爹非常不幸的 被调到了铁管上 常贵也没有废话 直接勒死就完了 咔嚓 老爹小宇宙爆发将铁管子拽了下来 把这几个打手以及常贵都解决掉 得知女儿被抓到了一个邮轮上 这个邮轮属于希腊富豪火达克 老爹既然继承了希瑞的力量 那自然是要干掉火达克 闺女毕竟是老爹的心头肉 别说挑战火达克了 就是挑战整个银河系 那也是毫无顾虑 在这种坚定的决心下 邮轮上的小杂兵全被清除 最后火达克用刀笔住闺女 其实火达克也挺无辜 让手下花钱买妹子 没想到买了个这么棘手的货 还想跟老爹谈谈条件 被老爹一枪解决 没有一点点防备 也没有一丝顾虑 你就这样出现在法国巴黎 给我带来惊喜 毫不在意 我给他算了一笔账 这一趟来法国 大约干掉了三十几个法国公民 他虽然把女儿救了 但是这么多人命的官司 他怎么办 啥事没有就回国了 这法国政府也不行啊 另外这小丫头 跑这两步也太吓人了 虎了虎呆呆 好像我家呆呆 这部电影已经上映 大大影响了绑架妇女业的发展 罪犯们一度抓住少女后 都得问问他们的老爹 是不是特种 老爹的表现 那就一个义无反顾 为了你 我愿意对抗全世界 谁敢不服 看了这部电影 牛叔叔也是感慨万千 我就问问大家 有没有人想当我闺女 我跨越千山万水 跨越整个银河气去救你 让我也好好表现一宝 咱也来一个风牛营救 大家说好不好啊 千数地算不如我心算 长出太长短出太短 天空山高到不过我数 远盘的勾